全民新秘動會4 27日晚間播出紅黃對抗賽 該集比賽的項目由巧顧球、河球 以及富士躲避球 由於賽季即將進入尾聲 三隊也都相當努力的 爭取每次能夠奪冠的機會 其中巧顧球項目 紅隊先發球員 派出曹佑寧、張家深、夏浦、楊等人 而神獸學長曹佑寧 有了上一次的比賽經驗 成為這次的主攻守 更為團隊連續攻下多分 下半場轉為防守 也接下多顆黃隊的球攻守俱佳 最後黃隊全場積極進攻 不過最終紅隊奪下31分 黃隊17分落敗 對此郭洪志也檢討說到 黃隊在球類比賽找不出主攻守 項目依賴一個人會比較吃力 隨後跟變臉鬧中花說到 大家要思考為什麼一直輸 練習的份量無法支撐比賽強度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